穿着传统服饰的南岛羽族小朋友 在论坛现场的舞台上 按照身高排列依序喊声鼓舞士气 和同样派团参与论坛的台湾 苏仁 布苏正 宜兰的阿美族舞团 身穿整套传统服饰 载歌载舞 展现活力 2023年南岛民族论坛在马绍尔共和国首都登场 总共12个国家及两个地区参加 这次论坛主席也是我国圆明会的主委 一将巴路尔 特别从台湾前往主持活动及致辞 这也是他第四次到访 他表示在南岛论坛会员国的共同努力下 民族产业发展 人才培训等各项交流活动 皆有相当的成效 与会者都认为南岛民族国家旅游发展都各有特色 透过这次会员国的交流共识 2024年的南岛民族论坛将结合第三届世界援助民族旅游高峰会 共同在台湾举行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